Hello 欢迎学习爬存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就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就是在这个网站在写爬存的时候 如果碰到一些这样的阿甲克斯数理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去处理 之前的话我们跟大家讲过是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的话就是去分析网的请求 如果是碰到一些在GS当中进行加密的一些这样的东西 那么的话就要去分析加密的东西 对吧 好 那么这几个我们就也讲一下那个什么 第一种方式就是去分析接口 还有第二种方式的话 就是你不用去分析接口 你直接使用Cellinium加Cromos Cromos driver去模拟请求去爬取 就是用那个浏览去 那么我们这几个的话 首先先来讲一下第一种方式 好吧 讲解第一种方式 好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 先来分析一下我们的拉构网 分析这个拉网 其实这个网 其实这个拉构网之前在讲 那个urlap库的时候也已经讲过对吧 但是之前啊之前那个小牌 那个牌子的话讲的比较简单啊 没有没有那么详细啊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就来讲的更加详细一点啊 啊 这个地方我们来搜索这个拍散的 我就去看一下拍散这个职位 他有哪些职位 他的那个薪资多少 对吧 一个真的 一个真的大概的东西啊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 要爬取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地方啊 下面总共有13页对吧 那么我也把13页的数据 都把它给爬取出来 然后爬的话 我不我不仅仅只是爬前面的这些 呃 这一页当中的这些标题 你看啊 在这个职位的详情这个页面的话 他还有更多的一些这样的信息啊 比如说有这个这些信息对吧 还有那个职位描述啊 认知资格这些东西啊 那么我们就要把所有的这些信息 全部都把它给爬取出来 好吧 好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 先来使用第一种方式啊 就是使用去啊 封信那个接口的那个那个方式啊 那么我们再去写那个代码之前 我们首先的话就来先 先来封信啊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接口啊 这个地方我们右键来查看一下网页羊代码啊 然后我们来搜索一下什么呢 搜索就是个python开发工程师可能加c 复这个 然后还来到这边可能加f可能加v 搜索python开发工程师 发现没有搜索到 对 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这些职位信息这个东西 它并不是你在请求这个网页的时候 请求这个一二的时候啊 一起返回过来的 它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另外一个接口 通过阿甲克斯去请求另外一个接口 请求回来以后 把这个杰子出去再装到这里面来啊 来显示 所以这个拉个网的话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使用的JS 是不是使用的阿甲克斯 来来来来来写的一个人的网站 好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去分析 它这个数据是从哪里来的 对 那么我这里的话就教大家去分析这个东西哈 反正哈 只要它这个地方能够显示的 那么它肯定是发送到这个请求 它肯定发送到这个请求 那么我们在哪里可以补过到它这个请求啊 是不是右键在这个地方检查 只要点一下这个network这个地方啊 点一下这个network这个地方啊 现在是没有哈 这个地方我们重新刷新一下我们这个因为 在下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补过到我当前这一次请求 发送的我当前在这边发送这个请求的网页里面 发送的所有的请求啊 对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里面可以去什么的 可以去获取它的那个啊 真正去请求到这些职位信息的那个url 你没算 好 那么这个我们来找 往下面找啊 往下面找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一般的话是这个东西是反通那个gs的其实反过的啊 你你我交代的怎么去找啊 就是这种啊 像这种的话也是比较有可能的啊 就是这种真这种url是比较有可能的 然后还有是像这种什么呢 cf啊 但是这个的话不是啊 但是啊 虽然这个这种就是这种url是有可能 但是这个不是啊 这个的话它是请求我们整个页面的啊 这个url不是 然后像这种什么呢 点sensus结尾的啊 点gs结尾的 还有什么的点拼之一结尾的 还有这些什么的点点七这些静态文件啊 这些文件的话肯定就不是啊 肯定就不是啊 好 然后的话这个什么呢 带的callback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的话 它是一个啊 做了一个跨域相关的一些动作啊 就是跨域跨域的话就是jasonp的一些东西啊 那么这种东西的一般概率也不是很大啊 当然不排除啊 不排除啊 好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接下来往前面看啊 像这种的话是概率是最大的啊 是postpositionadjax 是不是写的写得比较清楚了 对 是职位adjax 点jason是不是已经写得非常明确了 就是点jason后面代表的是 我当初这个请求是一个jason文件对 对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找到这个什么呢 找到这个东西啊 找到这个东西 找到这个请求以后啊 这个地方 他就是什么呢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请求的 并且这个地方 你一定要注意的一个一点是什么呢 你一定要去看一下 他的这个什么呢 请求方法 他的请求方法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post的请求啊 那么有些时候的话啊 大家如果不注意这一点 很多人就想那一想当然的认为啊 我这个请求肯定是一个get的请求 对不对 因为我是从网站上面去拿取数据嘛 对 那么很多人肯定想当然以为是这个get的请求 但是实际上他采用的是一个post的请求 所以这一点你一定要搞清楚 一定要看清楚啊 好 post的请求的话 他就有可能会传递一些参数进去啊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啊 可以看到他是不是传的这些参数啊 对 form date里面的话代表的是传表的 传的是这些参数啊 然后这个什么呢 查询资本上这个参数的话 他是放在哪里呢 他是放在这个后面啊 他是放在放在这个ur当中的啊 那么这种放这种参数的话叫做什么呢 叫做查询资本上参数啊 现在放在form date当中 就是放在那个呃表单元素当中啊 就是放在这个叫做form date里面啊 那么就是放在这里吧 好 然后的话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分析一下他的一些数据啊 第一个的话 第一个的话first代表的是处这个我们啊 我知道哈 这个first的话 他代表的意思就是是否是第一次请求这个接口啊 就是你在因为我们现在请求这个页面是第一次请求啊 是第一次请求这个页面吧 对对 所以的话他觉得first代表的是第一次请求啊 那么如果你在请求第二页的时候啊 他这地方就不再是处了啊 是那个force的 好吧 好 这个pin的话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那个page啊 就是第几页啊 第几页啊 那么现在我们是第一页 所有的话这个地方显示的是第一页啊 kw kd的话 代表的是那个什么呢 看呃keywords keywords就是那个关键字的意思 就是你现在在请求那个职位的时候 那个关键字是什么啊 关键字是什么 真的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一个python对吧 好 那么我们获取到的这些信息以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之前学到那个什么呢 request who来模拟啊 这个请求 对吧 来模拟这个请求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接下来回到这个大港当中 来跟大家讲讲讲啊 呃 这里的话我们在讲讲这个拉个网 他这么说我们就讲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久不过会跟之前那么详细的 因为啊 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也是非常简单 之前讲过很多次了 对了 但是其中可能有些地方需要注意一下而已啊 好 这里面来导入一些相关的库啊 input下这个什么呢 request request在什么呢 from下这个时候 lchml import下这个什么呢 etre一岁啊 因为后期的话 我们肯定需要去解析这个页面啊 那么我们使用这个xbus语法去解析 好吧 xbus语法的话是比较方便 并且他的那个执行效率也不低对吧 好 那么我们就使用这个xbus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这个地方第一个方法 就是什么呢 这个may啊 然后的话在这个may行字当中 我在在这个上面 我再来第一个方法 就是什么呢 bf叫做request iqus的啊 ur啊 去请求那个要这个地方给个ur好吧 嗯 这个啊 不要请求ur 因为ur的话都是一样的啊 ur都是一样的 ur的话都是什么呢 都是这一个ur啊 都是这一个用啊 呃 不是好 都是这一个ur啊 ur的话都是这一个用 只不过里面传的参数是不一样的 都得传的参数是不一样的啊 好 好 那么这地方的话我们来写啊 请求这个什么呢 这个呃 list的页面啊 配置好吧 不过list的ur啊 啊 配置吧 好 就这样啊 好 那么这个ur的话是等于哪个呢 就是等于刚刚这边看到的这个对吧 就是这个啊 拷费费的 拷费加c 然后再来到这个代表当中啊 拷费加v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定义那个什么呢 headless haddis啊 headless的话 比较重要哈 这都拉个我的话 他做爬成是做的比较厉害的 做做反爬成吗 做反爬成的话 他是做的比较厉害的 说的话 如果你这个地方直接不给这个hardless的话 是肯定爬取不到的啊 我可以百分之百的保证啊 好 这里面的话我们就来写一下啊 呃 这个use agent来写一下 这个的话是必须要写的 口诺叫c 富费费 然后的话 再去吧 好 那么第二个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参数也需要写啊 还有些其他参数也需要写 呃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先不写 先来跟他自己也是讲吧 然后是那个第二个request 对吧 request 点那个什么的get啊 不是get哈 是post对吧 呃 刚刚我们眼睛跟大家看过了 他这个请求 这里面这个请求是不是post的请求啊 对对 那么这个地方是post啊 好 post 然后是ur对吧 然后是heads是等于这个heads 接下来是不是还有个data吧 那么这里面我们第一个data啊 data的话 第一个是first啊 代表的是出货foss对吧 那么我们这里面给个foss啊 第二个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pn pn的话代表的是第几页 比如说我现在要获取第一页的数据啊 第二个的话 kdkd的话代表的是那个关键字啊 就是拍散的吧 或者我们这里面给个出货 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data传递到这个地方来啊 好 然后的话reesponse 好 等这个东西对吧 再来打按这个什么呢 re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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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是reesponse reesponse 点击什么json啊 我们调用这个对象 他那个j这个地方调用一个json方法啊 如果你这个返回回来的 他是一个json数据 那么你调用这个json方法的话 他就可以马上将你的这个json数据 把它给load成一个字典 好吧 这个地方来写一下啊 如果返回来的是啊json数据啊 那么这个方法啊 会啊什么呢 会自动的load成那个什么呢 字典啊load成字典啊 当然如果你如果这个地方返回来的不是那个json数据 你直接调那个json的话 这个方法的话就会报错啊 这个报错啊 现在我们这个请求的话 他返回来的是不是就是一个呃 是不是就是一个那个呃 啊职位的一个json数据啊 看哪里呢 你可以看这个response这个里面啊 这个response这个里面的话就是专案的是那个他反 他响应的数据 也就是他返回来的这个数据啊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里面这个数据是否是一个json数据 我们只要可能加a可能加c 只要的话来到这个里面json点c啊 再把这个json扔到这里面来 右边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正确的格式化出来啊 对对 那么这种形式的话代表是啊 我们 现在或者他这个数据啊 他是一个json数据 对是一个json数据啊 好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就直接可以调用这个json的 对 就直接可以调用这个json啊 好 那么这地方我们来执行一下这个方法啊 就是request 啊 又可以 yes的list page 对吧 这个地方再来给个妹啊 好了 的话执行一下这个面条数 往前下啊 再来运一下 哎呃 应该是打开错了啊 运一下这个拉狗一拉狗一 是不是他提示你说哎 您操作太频繁了 请稍后再请稍后再访问啊 其实并不是我这个地方操作太频繁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这个heads里面我只设置一个usage 那么这个拉狗网的话 他是做了一个反拔筹啊 他是做这个反拔筹 他是怎么做这个反拔筹呢 他会去判断你这个请求投入里面有有没有这个什么呢 有没有这个refer 如果有这个refer的话 他就代表是你这个请求是一个正常的请求 如果没有代表是一个不正常的请求 明白是吧 这个东西的话啊 如果你是通过这个浏览器的方式去访问 那么肯定会把它给带进去 这个refer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是你当心这个请求的上一个请求是什么啊 就是从上次请求是从哪里来的 那么我们这里边就啊 把这个refer把它给设置进去 好吧 好这里边我们来啊 可能加c 然后来到这里边来啊 有些时候如果你确实啊设置了很多这种头部气息 你都还不知道到啊 还不知道哪个影响到他对不对 那么最好的办法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将这个request headers当中 这里面啊request headers当中 所有的东西你都把它给设置进去 这样的话是最保险的对不对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再来走一下啊 好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拿到这个新家 对 这个拉个网的句话啊 就是这么恶心的网啊 他就 你如果他识别出你一个爬虫的话 他也不告诉你啊 他就说你操作是太平方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啊 那个爬虫小白啊 之前没有没有什么经验的话 可能就会被他忽悠过去的 对不对 那的话啊 说操作太平凡啊 你有可能就会去想办法就换个ip 对吧 或是再停一下再来爬啊 结果发现还是这样的 对不对啊 那的话就这个解决方案就没找到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 告诉大家就是说使用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立马可以把它给爬到的 对 好 那么这个是设置refer啊 是这个refer啊 好 设置成完这个refer以后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啊 往下走啊 新的话在这个里面啊 他是获取到那个什么呢 获取到第一页的啊 获取到了第一页的那个数据 对 获取到了第一页的那个json数据啊 获取到这个第一页当中的json数据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什么呢 我们要去获取第二页的json数据 对 那么我们接下来 我先把这个地方清理一下啊 然后这个地方我点一下第二 他这个是不是又发送了一个 啊 p position 阿甲克斯的一个站的请求啊 对不对 然后他这个下面 他是不是之前啊 first改成这个force 然后这个ping改成这个什么呢 ping改成这个二了 对啊 代表的是什么呢 第二页啊 代表的是第二页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要去请求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这些数据的话啊 我们就直接去修改他的这个ping啊 就可以了 对了 修改他的这个ping就可以了啊 这里面我们将是first改成这个force吧 啊 fl s 我之前这个东西没有注意到啊 不知道这东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吧 我们就多给他改成这个force啊 你想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啊 我现在什么呢 我现在是在第二页 那么如果我现在再去访问第一页 那么这个force啊 这个force的话 是不是也是是不是这个force是不是也是force啊 对啊 就是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 大家的意思是现在我再去访问第一页的时候啊 这个force他是等于force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说的话 我们就让这个force让他等于false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访问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第五页这些数据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只要去for 去辨订他就可以了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for x in range啊 然后是从b开始辨订到bd第14页啊 第14页的话就是总共只能辨订到第13页对吧 好 那么这个可能叫v啊 然后的话这个data来修改一下他这个指质拼啊 不然让他等于这个s对对 好 那么保存一下啊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去爬取我们每页当中的这个数据的啊 但是你这样去直接去爬取的话是有问题的啊 因为你想一下哈 你的这个for情况的话是不是走的很快呀 很走的很快哈 基本上的话 基本的话一秒当中可能就要发送好几个请求的对对 所以的话啊 你如果请求的太快的话 待会的话这个拉个服务器就会提示你啊 说那个真的是操作太平凡了啊 所以的话最保险的方式的话就是你在请求完一个页面以后啊 要稍微停一下 不要爬的太平凡了 好吧 这个我们首先来先不停 让大家来看一下啊 好 好 可以啊 我们到稍微哎 下面是不是您操作太平了吗 看到没有 是不是你操作您太您操作太平了 所有的话我们再去爬这个数据的时候啊 你就不要 不要太仓促的啊 不要太着急了对吧 哎 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要慢慢来啊 慢慢来啊 好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来导入一下啊 一块的就是这个泰姆 然后的话 接下来这个地方是那个泰姆点四地步 让他沉睡一秒 对吧 就是你爬完一夜啊 我就让你睡一秒啊 让你休息一下对吧 不要爬的太不要不要爬的太累了啊 你如果把爬的太快的话 说实话 你把人家拉钩服务器搞垮了 对吧 人家肯定会整治你啊 对不对 你你这个爬上肯定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啊 所以的话 爬上的话就是要在保证对方的那个什么呢 这个地方操作您操作太平凡了哈 那么我们来设置下这个什么呢 设置下这个酷给信息啊 设置下这个酷给信息啊 因为这个酷给信息没有的话 他其实也可以认为你这个请求是一个伪造的啊 这个酷给的话 就是你在第一次请求这个业力的时候 他会他会反送给你啊 那么以后的话 以后你再请求其他页面的时候 他就会去检查这个酷给信息啊 好 我们来保 看看啊 哪个地方帮送呢 有了是吧 第一页 第二页 那么现在爬的地啊 还是太平凡了 是吧 还是太平凡了啊 我来看一下啊 刚才还设置下其他准备没有 比如说设置这个二日子啊 那么现在啊 他应该是已经把把我的这个IP地址啊 已经暂时的拉入黑名单了啊 我看一下啊 我看一下能不能在浏览器当中能不能访问得到吧 呃 在浏览器当中是可以访问得到 在浏览器当中如果可以访问得到的话 那么说明啊 我们这个爬充 他确实实是被识别出来了啊 而不是将我这个IP地址拉入黑名单了 所以这个拉个网上爬的话是比较大的呢 比较大的 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就是我们经常也好 要去分析他的这个东西的话就 比较麻烦对吧 说的话我们这个东西啊 如果你不想搞的这么麻烦 最简单的方式是是什么呢 就是使用那个Colidium让这个Chrome帮你去爬 对对吧 让你去吧啊 所以这个地方也其实也说明一点啊 就是你大家在爬取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你不要搞得太怪了啊 搞得太怪了啊 搞太怪了容易哎 这个地方 n体啊代表是那个 呃 反爬种的意思啊 之前是不是没有这次三处啊 对不对 我把这次三处加进去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是那个0对吧 然后还有是那个 呃 token啊 这是什么 那么那 还有是这个 这个东西代表的是是否是 阿甲克斯请求啊 插面sb request的话是js当中一个 呃 请求啊 那个网络的一个人的类啊 一个人类啊 好 然后我们再来更改一下这个故意信息 好吧 更改一下这个故意信息 把它保存一下再来走一下啊 好 现在的话就可以了对吧 现在的话就可以了啊 但是这采用这种方式的话哎 比较麻烦的吧 就是还是您操作太平凡啊 还是您操作太平凡啊 那么现在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啊 最好的方式的话就是去使用那个代理 好吧 就是去使用那个代理啊 使用代理的话就是如果在ghost里面啊 你有那种付费代理的话 那么付费代理的话一般好 你只要 呃 买了一些代理啊 那么他一天的话其实有很多代理给你用啊 可能有那个好几万个代理给你用啊 好几万个代理 那么的话你就可以什么呢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啊 如果碰到这种说哎 您操作太平凡了 请稍后再是碰到这种情况 那么你就可以啊 去选择一个站的随机 随机的去选择一个站的代理 选择完这代理以后再去爬啊 如果又碰到这东西 你再去选择一个代理去爬 因为是吧啊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去爬取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几个啊 就先讲到这一段 下几个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呢 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再去爬取 这个页面当中这些星期的时候啊 该怎么去做 好吧 该怎么去做啊 然后讲完这个东西以后 我接下来再来教大家啊 怎么去用这个 Selidimo当 Selidimo啊 去爬取这个拉漏网 爬取这个拉漏网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几个课程啊 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啊 感谢大家